每一杆都不含糊 必须死磕到底 这是2009年斯诺克大奖赛舞台上 最精彩的一次对攻大戏 面对57分领先的奥沙利文 一贯谨慎小心的西金斯 也标出属于自己的进攻胆气 其实从奥沙利文的一开赶开始 两人就开始杠上了 年轻的巫师 果然炸球 挑拨着双方的神经线 而西金斯也同样一杆超高难度远台 直接血战到底 结果也把自个脉的彻底 奥沙利文顺势输出火力 1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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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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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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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稍稍调教一下 西金斯继续破局 这一感大力 顺势也把黑球K带出来了 局面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果然白球还是不小心碰到粉球了 西金斯的下一杆红球 难度加剧了 要强行去博边中带红球 需格外小心了 漂亮 续上了 选择中带篮球 24 继续叫上中带红球 下面剩下的红球都是硬骨头了 看看这一感中带 重点观察白球的走位 好球 好球 这走位 真是细腻啊 这一局比赛 无论西金斯还是奥沙利文 都是浑身带刺啊 精彩绝伦的进攻场面 让人叹为观止啊 又是篮球过度 瞄准最后的红球 牛逼真是牛逼啊 这波上下 让大火见识到什么叫最顶流的大师级走位 眼瞅就要反败为胜的要紧关头 西金斯 居然打丢了 这几乎已经是塞到嘴边的肉了 还好 红球反弹到对角的底带边侧去 难度继续 但比赛都打到这个份上了 奥沙利文 岂能退缩 可惜了 一样没打进 收下咖啡球 进入青彩阶段 除粉球之外 各彩球都在点位上 可对他们这些顶尖选手来说 比赛基本上胜负一分 7 西金斯一竿青台 终结了这场最风骚的对攻名局